爸爸,我来给你补助能量了 赛罗叔叔和银河叔叔你们也在啊 你们怎么都没有能量了 我们和怪兽在怒中中了他们的千兆 给他们的黑魔法,偷袭了 我们要更多的食物来欺善体内的黑暗能量 恢复正常形态 可是我的食物只能够给一个人补助能量 我最喜欢迪迦爸爸了 那我的食物就给迪迦爸爸吧 迪迦爸爸,我给你妈妈刚做好的游泳面 你快点吃吧,恢复能量 带我去游乐阳王 真行 太好了,我的能量恢复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也好饿 你们别担心,肯定有人给你补助食物的 小迪我们走 爸爸陪你到动物阳路安 赛罗爸爸 我也来给你送食物来了 我带来妈妈给你做的红烧肉 你赶紧吃补充能量 带我学习奥特技能 哎呦,不错哦 太好了,小赛 走爸爸带你学习奥特技能 人和叔叔,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 可是我的能量还没恢复 现在还动不了 对不起,我来晚了 人和叔叔,我这就给你补充能量 小贝利亚就是你爸爸 把他们的能量夺走了 这里不欢迎你 你赶紧走 小赛罗,我也是偷偷跑出来的 我也知道我贝利亚爸爸总是干坏事 但是我是相信光的 我也很想跟你们一起玩 银河叔叔给你汉堡补充能量 银河叔叔怎么还没恢复能量 那我再把我的可乐给你 啊 再给你辣条 小贝利亚快住手 你不能再给银河补充能量了 你看看你给他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银河都胖成什么样了 哎 对不起银河叔叔 我差点害了你 赛文爷爷 你快点救救银河叔叔啊 有了 先给银河一个鸡蛋 再来一瓶牛奶 太好了 我终于恢复能量了 我又可以保护小伙伴了 真是谢谢大家了 大家快看 列车来了 一定是我家小小赛 从光之学校回来了 我希望我家小黑蛋也在里面 怎么这有小赛罗 为什么没有我家小黑蛋啊 爸爸妈妈 我回来了 太好了 果然是我家小小赛回来了 来 小小赛 这是爸爸给你买的新书包 太好了 谢谢爸爸妈妈 我们回家吧 又有一辆列车开过来了 这次肯定是我家小黑蛋回来了 笛家你让开一下 怎么这辆车里也没有我家小黑蛋啊 我家小黑蛋是不是把我这个爸爸给忘了 爸爸妈妈 我回来了 来 小小笛 爸爸给你买了你爱吃的草莓蛋糕 妈妈在家做了好吃的等你 谢谢爸爸妈妈 你们最疼我了 贝利亚 你别伤心了 你家小黑蛋可能是有事耽搁 他一会就回来了 小小笛 我们回家吧 爸爸你怎么哭了 爸爸在这里等了很久 小黑蛋 爸爸以为你把我忘掉了 小辈 爸爸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蓝莓叶黄素软糖 谢谢你 老爸 我爱你 乖儿子 走 爸爸带你回家吃好吃的 我要吃掉你们几个 不要啊 怪兽你为啥要吃掉我们呢 对啊 我昨天还把我最爱的辣条都给你吃了 还有我的可乐也给你喝了 我的棒棒糖也给你吃了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你为啥还要吃掉我们 哼 你们给我的都是垃圾食品 吃得我嘴巴都上火了 你们这是害我 对不起 那我把我的牛奶给你喝吧 我也把我的苹果给你补充维生素 那我把昨天妈妈给我买的面包给你吃吧 好呀 你个小贝利亚 你敢拿过期的面包给我吃 我要吃了 不得辣肚子 你等等啊 大怪兽 我不知道是过期的 哼 不知道是过期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看我把你抓起来 哼 我贝利亚大王的儿子你也敢弄 我要消灭你 小朋友们都在干嘛呢 哦 爷爷 我们在画画比赛呢 看谁画的好 画的快 那我来看看你们比赛吧 谁画的最好 我给他奖励哦 我们开始吧 哦 爷爷 我画好了 小赛画得好快呀 我们等等期待小朋友吧 哦 王爷爷 我也画好了 小贝你画的是什么呀 太黑了吧 我忘了涂红色颜料了 我什么颜料都忘涂了 难受 二王爷爷我也画好了 小秘拉画的真不错 你是画的最好的 把我的奥特王冠奖励给你 小贝小赛 你们懂了吗 画的快不一定好 要细心观察哦 知道了 二王爷爷 我们下次一定会细心的 好好好 你们都是好孩子 下次注意了 我奖励你俩 奥特勋章吧 哇 哇 哇